如果你今天你用别种方式 别种别种图形 因为直条图它就是把它类别化 知道吗 可是如果你用折线图 它就可以画了 你看这边是不是就多了趋势线 可以吗 我只是提供给你们就是趋势线 趋势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线性回归很多方法 最基本一定都是用线性回归来去看 可是要用对 要用对 线上如果有朋友听到 这都是知识的累积 不是我在碎碎念 真的特别特别重要 尤其公家机关 你今天假设你画出来的图上面 多不该放的趋势线 到时候是丢了你长官的脸 不是你的脸 这样了解 到时候他一定回归 他说你看你画的什么图 一定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趋势线的一个应用 最稳妥的方式你就画平均线 因为我们通常也只是要去讲 他的一个变化 就好了 用平均线来讲会最合适 但是统计专家一定会说 中位数可能在使用上会真的多于平均 这样了解 我们在医学上面几乎都是用中位数 没有人再去看平均数 好 好 我